性价比最高的老李氏是哪几款 我这几个现货啊 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 老李氏的入门 炭衣 这块黑白炭衣啊 非常的经典 这会儿价格的话 就在5万度买一块 老李氏价格很香啊 再有就是这两块 灰油艇 灰油艇是油艇里头最好带一则 这个毋庸置疑 因为这个灰色的盘面 绝对就是一个王者般的存在 这只21年拳套 现在9万多 再有就是这块蓝油条 跟灰油艇呢 就差了一个颜色 缺了一个配色 7万多绿罗 建筋的劳力士中任何建筋 都是性价比的首选 像我手上这块 建了一块玫瑰金 气质往上走了 价格呢 却往下走了 二三年的全套 工价呢 11万多 我这 10万多 这块左撇的雪碧圈啊 这曾经刚上市那会儿啊 一度炒到了34 说的呢 就是他 但是这会儿行程能备成多惨呢 我这 13万多 全新 最后调一块新表啊 水泥灰 水泥灰在迪东达里的地位呢 很高 但它的价格呢 确实一个劲儿再往下走 这只水泥灰 全新被使用 31万多 都不到32 你就可以拥有一款 矮金款的 银铛拿 北上行 三家店 这些表都是现货 有兴趣的兄弟 表一下